全球第一款拥有莱卡四镜头相机的华为P30系列手机 虽然不具备5G功能 但在我国开卖的头一天仍然是吸引了长长的人龙 学者认为5G网络的全球竞赛已经开打 我国一步一趋正迅速赶上这股发展新趋势 来看记者吴立新的报道 华为最新P30系列手机早上10点在一丰城首卖 郑元新昨晚10点开始排队 成为第一个买到新手机的顾客 P30系列手机主打强大摄影功能 虽然华为今年内还将推出5G版的Mate X手机 韩国三星等大厂不久后也会有5G手机面试 但这并不影响顾客的购买性质 我国将在2020年推出5G网络 而全球目前也只有韩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 开通5G网络 学者因此认为5G手机距离普及化还有好几年 学者也指出建立5G基站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 政府得同商业机构紧密合作才能让5G网络迅速覆盖全国范围 学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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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者